我必须要讲一下 这位新生歌手 你刚刚在唱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 这边的两位的反应 你唱第一句的时候 Coco就跟子琪 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是汗毛都竖起来吗 没有 手痒啊 对啊 对啊 Coco姐又是那种 哎呀 唱得好好啊 好痒啊 想要上去跟她唱 哎 真的 看不出是不是 对 外型看起来很粗犷 结果很深情 对啊 我觉得你肯定是个 很浪漫的人 对 哇 你知道她在她的老婆面前 就是一个小可爱 这也是为什么 她叫自己小可爱 哎呦 那我也必须要替这个前辈歌手 讲一句 在老婆面前 她是个大可爱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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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 两位可爱的人 要做决定咯 也许我们的前辈歌手的歌声 也让这位新生歌手 觉得可以配配看 我们请Coco和邓紫棋 给一个他们的意见给你们 我想说如果是我呢 我就不敢说我奔着小春歌来 你自己看着着 我觉得 同上 同上 好 那就你们两个做决定了 来了 三 二 一 两位都没有选 但是我相信 理由我们应该心领神会了 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知道前辈哥是谁 所以我不敢跟他会对 因为跟孙岚老师唱歌 太有压力了 你这个话 小春哥会听得不开心呢 没有 是不同 哎呀 你惨了 哎呀会玩真会玩 我必须要讲一下 其实在今天整个舞台上 盖给我们的感觉 真的就是一个乖乖的孩子 很乖很直率 没关系老师坑都已经挖了 我跳